鸭妈妈有五只鸭宝宝 大宝 二宝 三宝 四宝 和小宝 一天将近 鸭妈妈说 孩子们 咱们靠近点 闭上眼睛 睡觉的时间到了哟 于是大宝 二宝 三宝 四宝 和小宝 就跟妈妈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此时 五只小鸭看到远方有东西一闪一闪的 妈妈 你看你看 那边黑暗中 一闪一闪的是什么东西呀 鸭妈妈看了之后说 那边一闪一闪的是萤火虫 在跟你们眨眼睛 说晚安呀 好了 现在是睡觉的时间啦 小鸭子们 于是大宝闭上了眼睛 很快地就睡着了 只是二宝 三宝 四宝 和小宝 却都还醒着 忽然间 四只小鸭听到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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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你听 那边呼呼呼的声音 是什么东西呀 鸭妈妈听了就说 哦 你听到的是一只猫腿 在高处呜呜叫的声音 好啦 现在是睡觉的时间啦 小鸭子们 现在二宝也闭上眼睛睡着了 只是三宝 四宝 还小宝 都还没睡 妈妈妈妈 那边摇来摇去 是什么东西呀 鸭妈妈 看了一眼 就对他们说 那个摇来摇去的 就是平常 你们绕着玩的 那棵树啊 好啦 现在是该睡觉的时间啦 小鸭子们 现在三宝也闭上眼睛睡着了 只是四宝 和小宝 都还醒着 两只小鸭子听到一阵沙沙声 小鸭子害怕的说 妈妈 你听一听 那边 沙沙沙的声音 是什么东西呀 鸭妈妈听了 就告诉小鸭们说 那边沙沙作响的是卢尾 再告诉另外 要安静一点 因为现在是睡觉的时间啦 小鸭子们 接着四宝也闭上眼睛睡着了 只剩下小鸭还醒着 小鸭看着 听着 四周一片寂静五声 妈妈 为什么夜晚这么黑呢 亚妈妈把小宝涌入怀里 温柔地对他说 这样星星才能将他们五彩缤纷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天空啊 这就是为什么夜晚是这么这么的黑 好了 现在是睡觉的时间啦 我的小宝贝 之后 小宝闭上眼睛 终于也睡着了 晚安 孩子们 晚安 小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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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贝